胡人队是今下影员最积极的球队,詹姆斯和乔治,罗纳德等巨星是胡人队主要的影员目标,不过最终胡人只得到了詹姆斯,乔治选择留在雷霆,而罗纳德则被马斯交易到猛龙。 其实如果胡人愿意付出年轻球员的话,胡人应该能够得到罗纳德的,不过像英格拉姆和鲍尔,库兹马等年轻球员未来,至少还有十年的巅峰期,只要他们能打出来,相信未来十年胡人都会是最强球队之一。 所以胡人今下的决策是十分明智的,即使现在胡人只有詹姆斯一名巨星,下赛季的胡人队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球队。 进入九月份之后,胡人队率先做出一个重要决策,胡人队选择裁掉了卢尔邓,在裁掉卢尔邓之后,胡人队将拥有更大的薪资空间,卢尔邓虽然已经是老将了,不过他认为自己还能够打球。 这是他放弃几百万美元的原因,希望卢尔邓未来,能够找到合适的下家吧。 而在胡人谈掉卢尔邓之后,联盟超越克劳福德公开示好胡人了,他发了一个动态,而且媒体还晒出克劳福德身穿胡人球衣的照片,胡人队是很多球员都想要效力的球队,不过即使克劳福德友谊胡人,胡人队也未必会先吓他。 克劳福德是一位得分能力很强的球员,不过胡人队现在需要的攻防全能的球员,从今向胡人队的野员看,胡人队需要的是能够在全方面帮助球队的球员。 显然克劳福德不是这种类型的球员,胡人队替补席上已经有比斯利、史蒂芬森、哈特等多名得分手了,所以未来胡人牵下克劳福德的机会不大。 据媒体之前的报道,克劳福德已经接近加盟76人队了,不过76人队也遇到了困难,他们似乎无法将贝勒斯送离队,如果贝勒斯留队的话,克劳福德加盟76人队的机会就不大了。 如果未来克劳福德不加盟76人的话,那他可能也将面临尴尬的局面。 其实克劳福德是想要继续打球的,但是似乎没有多少球队愿意给他一份合同。 毕竟克劳福德的缺点也很明显,他防守能力太差了,而且克劳福德也是接近退役的老将了。 除了克劳福德之外,联盟另一位老将维德也没有确定下家,现在还不知道维德是否会继续挣扎。 像其诺比利、维斯特的老将已经退役了,如果克劳福德和维德也退役的话,未来NBA将少了很多看点。 来看看。